欢迎来到巨鞋宰宰频道 今天鞋宰要来说一个亲密情人之无限优惑的故事 阿剑是个摄影师 凭借高大俊朗的外表 以及对工作的狂热与自作 顺利交了个非常漂亮的女友阿芳 事业爱情间得宜的她 某天发现美丽的女友阿芳躺在浴缸里没了生命迹象 召集的她立即把女友抱到外面 并对着冰冷的阿芳嚎啕大哭 几天后亲朋好友都来送阿芳最后一程 看见几天没到公司上班的阿芸 友人也只能送上节哀顺便 叮咛她赶快收拾心情回公司上班 接着阿芳生前四档阿慧 拍拍阿芸肩膀叫她多保重身体 回到家的阿芸依然过得非常颓废 她打开录音机听到了阿芳的声音又难过了起来 下一秒她在帮阿芳整理一屋时 看到了阿芳生前的热机本 于是她打开了热机本 知道了阿芳是个拥有双重性格 爱玩活的野女人 相识六个多月以来 阿芳无时无刻都想着阿芸 对阿芸完全糟了迷 她已成了阿芳生活及思想的一部分 12月5日 星期五 经历过剩的阿芳提早下班回家 在家里脱去外套 开着强劲的音乐 在床上活蹦乱跳 被下班回家的阿芸撞见后 马上与阿芳换上休闲服 到了外面散步 可不一会两人就像交合器那样粘结 来尽了 就想在户外开展 这种刺激感让阿芳对阿芸更加着迷 1月7日 天气晴朗 阿芳趁公司清闲 来到了阿芸工作的地方 看着阿芸工作得这么开心 阿芳替阿芸感到高兴 趁公司员工午休 阿芸让阿芳站到摄影棚内 她把灯调按 然后拿下了阿芳外套 叫阿芳随意摆出几个性感的指示 阿芸这时拿起相机 摄下了阿芳动人的一刻 看着性感的阿芳 阿芸来劲了 她放下相机 拿了张椅子让阿芳坐下之后 两人便缠绵在一起 2月9日 天气很好 心情愉快的阿芳到宠物店 买了狗狗喜欢吃的饼干 离开时 忽然下起了雨 没带伞的阿芳 此时加快脚步 却被一辆迎面而来的车子吓得往后退 好在一名男人及时用了粗壮的手臂借住了阿芳 阿芳眼神离不开男人 仿佛已被男人帅气的脸庞深深吸引 2月15号 阿芳再次到宠物店买狗狗饼 离开时 又遇见了那天让自己心愿意马的壮男 他健康的肤色和不济的外形 让阿芳终于忍不住跟踪了他 原来壮男是名健身教练 为了接近壮男 阿芳换上一套性感健身服 求壮男教自己健身 可阿芳举眉两下就喊泪 接着用自己急身的事业线勾引壮男 下一秒 又与壮男贴着身练深蹲 壮男似乎认出了阿芳 让阿芳紧张的整个臀部顶到了壮男饶饿 此时满脸痛哄的他露出了娇羞表情 壮男认为阿芳一定是累坏了 让他早点回家休息 临走时 壮男把自己家的地址递给了阿芳 邀请他后晚到自己家 回到家的阿芳 边泡澡边沉浸在壮男的古董色肌肤之中 此时的阿芊走进了浴室 看着性感的阿芳 冲动了起来 于是两人就在浴室激情地趴了起来 胃口渐渐被养大的阿芳 脑海里充满羞耻 可体内却有一种强烈的渴求 不知怎办的他喝着闷酒望着窗外发呆 斯党阿辉看出了阿芳心里的渴望 对他说 一个男人始终不能满足一个女人所有的需求 劝他现在还没嫁 就尽兴地玩 别顾虑这么多 完全失控的阿芳跑到了摄影棚 寻找阿芊 希望阿芊拥抱自己阻止自己的外念 可阿芊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没时间打理阿芳 感到空虚的阿芳最终败给了寂寞 他跟着壮男给他的弟子 坐计程车来到了壮男的主处 可他暗人多次门铃 却没回应 正转身离开时 就发现刚到家的壮男 壮男把阿芳牵进了暗沉沉的家里 阿芳紧张地说 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壮男一早就看穿了阿芳 知道阿芳没练自己的壮硕身材 也一早就知道阿芳跟踪自己 故意到健身房要他教健身 他很清楚阿芳想要什么 阿芳终于被壮男引导 说出了自己最近感到空虚寂寞 希望壮男能带他到另一个 不曾经历过的新境界 接下来 两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壮男此时展现了自己非一般的高超骑马书 把阿芳顶到子冲云霄 这种高境界让阿芳拼命摇头最厉害 喊着不摇停 被开发后的阿芳感到无穷快乐和解放 2月22日 外念继续缠绕着阿芳 他看着自己与阿芳结合的影片自嗨了起来 可脑海里却想着那天被壮男搞到去了新境界的画面 无时无刻他都渴望晚上早点来临 此次阿芳扮成映召女郎 主动对壮男献殷勤 壮男被阿芳搞到活力全开 他把阿芳抱到床上 然后就进去了 可阿芳每次晚事后都觉得自己这么作恨 对不起对他非常好的阿芊 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找壮男 就在阿芳渐渐的也不再需要壮男时 壮男在奥会画廊里找到了阿芳 于是他特地买了套正式西装到店里大胆的对阿芳施爱 面对壮男的认真 阿芳不知如何是好 他再次躲避壮壮男还把手机号码给换了 可不放弃的壮男 来到了画廊求阿慧告知他阿芳在哪里 阿慧只好把阿芳家里的电话码给了壮男 5月21号是阿芳23岁生日 他与一般好姐妹订了个包厢庆祝 阿芊也趁阿芳生日给了他一个惊喜 他买了钻戒正式向阿芳求婚 可阿芳事后并不怎么开心 因为他两个都这么喜欢 不知怎么抉择 可看到阿芊对自己的诚意 他决定斩断对壮男的思念 约了壮男在停车场见面 叫他以后别再打电话到家里 深爱着阿芳的壮男 不管阿芳怎么打他骂他 依然对阿芳死产烂打 阿芳终究也抵不过壮男的魅力 渐渐的阿芳心中那把火被壮男再次点燃 变了许久的阿芳此时终于爆发 他想要了 就这样两人在楼梯间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来了个好几回 晚事后 阿芳认为自己辜负了阿芊对自己的爱 他独自一人在街上喝得烂醉 他讨厌自己为了一时的快乐背叛了阿芊 于是他再下了阿芊送他的戒指走到浴室 在浴缸自我了断 跟着阿芳因为不懂抉择而走上绝路 阿芊很好奇 这个功夫一流的壮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他办了健身会员卡 到壮男上班的地方健身 和壮男认识后 人也没想象中那么坏 是个不错的男人 只可惜和他同一个时间爱上阿芳 壮男以为阿芳只是为了躲避自己搞失踪 而不知道阿芳早就不在世了 那天壮男对阿芊说出了自己活了28年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人 在那之前自己的生活除了健身还是健身 所以练就了一副好身材 他竟然认为 而不是因为阿芳 他有可能和壮男是很好的麻吉 这整件事自己和壮男都是输的一方 阿芊终于醒了 他决定要把整件事做一个终结 他把阿芳的遗物收拾好交给了阿芳的大姐 之后他告诉了壮男 阿芳是因为你死产烂打的爱 必得他走投五路所以选择了自无了断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喜欢斜仔的视频就按赞分享订阅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